哈喽大家好,我是貂蝉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奇幻的电影《瑞奇》 你们相信吗? 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会有天使出现 不经意间改变些什么,然后消失不见 凯蒂就经历了这一切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工人 和丈夫离婚后独自抚养着小女儿丽萨 不久,一个新的男人出现在她生活中 她叫帕克 她始终带着一点幽默 凯蒂和帕克迅速坠入爱河 小姑娘丽萨比同龄人更敏感 她对帕克有一种天生的抵触 可是没多久,凯蒂怀孕了 他们便住到了一起 丽萨给她的小弟弟取名叫瑞奇 孩子的突然到来给家里增添了欢乐 但也带来了烦恼 日常开销变得更大了 生活中所有琐碎的麻烦事 都会因为孩子的到来而变得更加魔人 凯蒂和帕克就被这些事一直消磨感情 他们变得疲惫不堪,争吵不断 最近凯蒂发现瑞奇背后出现了莫名的欲情 她问帕克,帕克毫不知情 几次三番下来 凯蒂怀疑是帕克在偷偷虐待孩子 然而帕克还是漫不经心地解释着 凯蒂怒了 他们爆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 气急败坏的帕克摔门而去 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时候 只有姐姐丽萨在温柔地安抚着小瑞奇 凯蒂再次变成了单身妈妈 某天下班回家 瑞奇不见了 婴儿床上有明显的血迹 他们到处找 发现瑞奇竟然跑到衣柜上面去了 这个小家伙是怎么爬上去的呢 凯蒂把她弄下来之后才发现 瑞奇之前背后的浴巾柱 已经长出了一对小翅膀 说呼呼地扑腾着 母女两人商量过后 决定保守这个秘密 小瑞奇的翅膀长得很快 已经覆盖上羽毛 勉强可以飞起来了 凯蒂给她做了重重的保险措施之后 瑞奇便在房间里开心地飞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是向着窗外 向着有光的地方飞去 一天 他们带着瑞奇一起去逛超市 一下没有注意到 瑞奇便飞了出去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不已 人们纷纷逃出手机 拍下着神奇的一幕 一时间 各大媒体蜂拥而至 社会各界的人士都很好奇 这个会飞的宝宝 凯蒂和丽莎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帕克这时回到了加州 她和凯蒂解开误会 重归于好 他们带瑞奇去看了医生 医生的建议是切除翅膀 否则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威胁 手术需要巨大的费用 帕克建议让瑞奇曝光在镜头下 这样可以赚到不少钱 凯蒂犹豫着同意了 那天来了很多媒体和围观群众 凯蒂牵着一根绳子 让瑞奇在公众面前飞了起来 瑞奇开心的挣持高飞 挣脱了凯蒂手里的线 她飞过一片湖面 后面的人追赶不上 就这样 瑞奇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凯蒂张贴了很多寻人骑士 也没有找回瑞奇 她在这个孩子上 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爱 这样的打击让她难以承受 她在痛苦中 来到瑞奇消失的湖面 想要结束生命 就在这时 瑞奇出现了 像个真正的天使 降落在湖边的草坪 凯蒂喜出望外 这时她终于释然 瑞奇是属于天空的 那里是她的归宿 她回到家中 拥抱着丈夫和孩子 仿佛重生一般 女儿接受了帕克 凯蒂也再次怀孕 他们迎来了 安逸平静的幸福生活 影片用平花朴实的镜头 给我们展示了 普通女人凯蒂的生活 生活中 无形又巨大的压力 让她看不到 女儿丽莎的贴心 看不到帕克的默默付出 瑞奇的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 却教会了他们一家人 拥有一切在琐碎中 去感受生活美好的一面 好了 本期的貂蝉聊电影 就到这里了 你看都看完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